大家好 我是Peter 今天就是出去摩托版DDS 順便喝杯咖啡當下紅茶 你看看現在秋天的加拿大多漂亮 我主要的區是沒有蜂葉的 只有黃葉 但都很漂亮的 給你看看 希望我這個手機可以拍到出來的黃葉 因為它不是那麼好的牌子 所以怕它會失真 但不知道看不看到地下的咖啡色的葉 還有上面黃黃色的樹 交叉一些綠葉 很漂亮很漂亮 這個地方很多人來散步一下 這個小樹林自然保護區 所以我覺得秋天是最漂亮的 冬天都很漂亮 有雪的時候 但因為落了葉 剩下的那些菇芝 上來喝杯咖啡 看來人們排隊排到飛起 這間加拿大最流行的Fanchise咖啡店 唉 每個角落都有 永遠都是這麼忙的 是不是好呢 OK咖 一半咖 水準OK 不會讓你有今次去好 下次去不好 因為全部是computerized standardized 好看 終於在那個窩裡擺完 那些時候 放得不夠好 就像我所說的 這個窩裡面 只有11間 買餐廳 選擇不多 買得是所有的 幾班都熟 沒辦法了 你又吃回我 買開的那個 希臘雞 不過今天很不幸運 我來到這裡 剛剛好全部買 買剩一隻 沒辦法了 沒辦法 OK 但是呢 我這裡是幾十次的 但是 衰的 沒辦法 就是這個希臘雞腿餐 很多年前 吃6.99一份 最後才是7.99 8.99 9.99 等了很久 變了10.99 3.99 現在呢 連賣稅變了14.99 雖然說呢 已經是貴了 但是呢 始終呢 起碼 我打一個人 就好 比其他那些 打型考勞局出來的 那些快餐點的東西 是不是 當然呢 因為我懶了 還有呢 行得這麼多地方貴 要不然呢 你去其他餐廳 呀 就說外國人餐廳 呀 華人餐廳 十四個幾毫多 你給多幾元 二十元 你可以買一個很 不錯的 午餐特別 有湯啊 有些呢 就不止湯 有奶茶 或者是茶 啊 外國人呢 會給咖啡 有些有 日常吃的 看看你自己 通常二十元 一定能下桌 那比較好一些的餐廳 你加上小費 大約二十三到二十五 就肯定得 一個午餐特別 當然啦 除了酒店是沒有啊 還有五星級的那些沒有 說開大家都不明白 不清楚啊 不清楚啊 都不高飛起啊 說要穿大褲子 不過幸好呢 我沒有工作出來 我叫了一段幾歲 就開始暖了 就開始回家 你幾個家 禮色的 不可以補到你 但是呢 到一到晚上 就變了 是非常之凍的 啊 入到來呢 就熱動 因為加拿大 美大平方 實來呢 都會有問題 如果你是剛才來的 你千萬不要穿到 那些羊毛底衣服啊 也要到你跳過你去 所謂的啊 穿得一件好的東西 有些好的風衣啦 有好的雪衣啦 綿巾啦 手襪啦 還有啊 那夠的量 除非你真的整天 你 在外面外的 是不開車的 就要買些很 防風防雪 防冷的衣服啊 大樓那些呢 那些呢 你可以看啊 有些啊 六下月十個 五下三十五度的 我記得 我自己決定了 最重要是雪香還是肉 我不是說穿過嗎 不過不是說雪香啊 他都會說這樣 我一定買些有肯的 他絕了一下 一定在下面夠不夠絕 但我那一隻都有絕的 不過我自己那一天 我自己那一天 也沒有啦 或者是 不小心啊 雖然是買些有肯的 但是都不錯的 所以我認為這間的 Cordy是不錯的 他的主廚是老闆自己來的 所以你經常見到他呢 就算出來查一下 一些食物啊 還有一些什麼 就快沒有了 那麼他呢 就拿出來補上去啦 所以水準是有一點的 這間希臘店呢 它呢 是每一個food court都有的 啊 但是全部是franchise的 所以呢 一定要找個food court的老闆 很用心 啊 真是做得好 那就會好 這間不差 他有這麼多間呢 這間算是不差 所以我整天都來的 不過呢 我根據我個人經驗呢 希臘人呢 很喜歡煮東西 煮得不錯的 所以如果他開的餐館呢 雖然極有個抱 除非那個 槌和那個 老闆真的是 亂來之外 十間 起碼有八間是不錯的 當然呢 裡面呢 有四五間是非常之好 我知道不錯的話 合格 OK 不會吃到問候別人家的家人 我很喜歡吃他這個 希臘的那個 醬子 而且裡面有些蒜頭在 原因 我很喜歡吃蒜頭的 剛剛呢 嘗了一點點他的肉 雖然買一隻 都是這麼漂亮 這麼嫩 所以是沒有失望的 不錯不錯 要不然呢 我怎麼會來這裡吃啊 嘗 嘗 雖然是買了蒜頭的 一樣是這麼甜 這麼有雞肉 和很脆 那我想呢 這批是剛剛漸出來了 因為很多人的Foodbox 所以呢 他買了蒜頭 不是說買了 放下整個都更貧 這些是剛剛好 然後就做了雞肉 更脆 更好吃 更好吃 不差 所以我就說 這間 我真的連到Foodbox 不想出去吃 但又沒什麼辦法之外 我就買這間 因為這間 你想做 我想活多年 不差 你看一下 今天外面多漂亮 現在是秋天 今天很冷很冷 反常 秋天沒理由這麼冷 你看是不是很漂亮 你看看 阿華仔的氣候天氣 真的好漂亮 當然啦 如果你是大食的人 這份東西不適合你 但是你一個廢戟都不太大食的人 就OK的 因為有豬仔 有麥飯 雞是不飽的 一隻不吃一隻雞肉 通常我去外國餐 我都做得多高利 嗯 當我是一個簡單的午餐 就一定是一定可以的 當然 如果你不喜歡 這裡有 中式快餐 有Hamburger 又有炸雞 又有中間的燒烤 又有中西聯合食的燒烤 一些市場的東西 但是我之前也是來這間 跟著呢 如果剛才跟阿華仔很想吃炸雞 就去那間炸雞店 外出的話 我就去別人吃 很少的位置是可惜的 是不是很漂亮很漂亮的 花板外面的風景 冬天我覺得更漂亮 外面沒有殺口水 很漂亮很漂亮 當然啦 如果你工作的方寬 就是有些華人的Foodcourt仔 就可以吃很便宜的東西 就說你要給10、5、6、20 對嗎 那我和阿華仔在斯加坡 他們都會有8個9號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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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號 包力吃到飽 我不是說去飲食 做的東西是很大份量的 在我主要的城市 在水果廣場都是隔著的 大部份的賽事都輸了十二三 但照樣都是買到九和九、十和九份的餐 但是加布商的回頭 其實很多東西是多的 福克就有了 但以來會少了 但我都看到的東西 品質好不好呢 你自己試的時候就不知道 吃完了要走了 所以就回到陳少華的小型的愛套 不是什麼名貴的東天才好 簡簡單單秋天才好 又不會過夜又不會懶惰 不過說起來 以前做年輕的時候 冬天都是穿著這樣的衣服 衣服都不穿 現在就可以了 冬春會病 前夜走之前來這裡買了一些日用品 那就搞定了 今天的東西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視頻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宜 記得給個讚留言 分享給朋友 訂閱 訂閱 不用錢的下次見 拜拜 現在是不是好像秋天 真的是秋天來的 前天 昨天很熱 怎麼知道今天早上冷到飛起 什麼 一天 有幫助 我來買化妝品 白鬼 好舒服 秋天是我最喜歡的季節來的 就是憑良心講 因為我很怕熱的人 而且秋天的風真的很舒服 很舒服的 現在差不多是傍晚的了 因為記住啊 秋天冬天的日子 早上日子很短的 夏天都很長 有沒有記起我以前的影片 有時候夏天九點多 還是早上午光的 不過呢 他們很快 幾秒鐘就馬上黑了 好美好美好美的秋天 好舒服好舒服好舒服的 唯一可惜就是我住這個城市 很少地方有那個楓葉 以前呢 三十多年前移民還有 現在呢就少了 或者現在種的那些樹 全部不是楓葉樹來的 這樣吧 反而在摩這個木酒廊 這個長廊那裡呢 他旁邊呢 就真的種了很多風葉樹 不過因為他種得不太多年 所以呢 就不夠大棵 但是都很漂亮的了 等他長得很大 一排一路落 兩邊加起來都成二十棵 就很漂亮很漂亮的了 我都不知道幾多年了之後了 看一下highway那些楓葉 開始變紅色了 是不是很漂亮很漂亮呢